启师傅说故事 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 也是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 他在22岁那年举行了订婚宴 不料他的未婚妻艾丽尔 在婚宴上却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 艾丽尔对卢梭说 对不起 我爱上别人了 呆若目击的卢梭 在亲戚朋友诧异的眼光中无地自容 这真是莫大的羞辱啊 经过短暂的思索后 卢梭决定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家乡 开始了流浪生涯 他从瑞士到德国 再到法国 他发誓 将来一定要风风光光地重返故乡 找回自己丢失的尊严 三十年后 卢梭回来了 虽然两病斑白 但他已经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有位老朋友问他 你还记得艾丽尔吗 卢梭一脸轻松地微笑着回答说 当然记得 他差一点做了我的新娘呢 这位老朋友说 这些年来 埃丽尔一直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 靠亲戚的救济艰难度日 上帝惩罚了 他对你的背叛 卢梭说 唉 我很难过 神不应该惩罚他的 我这里还有一些钱 请你转交给他 不要告诉他 是我给的 以免他认为 我是在羞辱他而拒绝接受 老朋友问他 你真的对他没有丝毫怨恨吗 当年 他可是让你丢尽了脸呢 卢梭说 如果我提着一袋死老鼠去见你 那一路上 闻着臭味的不是你 而是我 接着 卢梭凝视 眺望着远方 若有所思的说 怨恨是一袋死老鼠 最好把它丢得远远的 如果我怨恨它 那这些年来 我岂不是一直生活在怨恨之中 得不到快乐吗 卢梭从口袋里 拿出一些钱递给朋友说 希望这些钱 能帮助爱丽儿摆脱困境 生活的好一点 怨恨是一袋死老鼠 一个人的失败 98%都败在脾气 有句话说 一念称心情 百万丈门开 称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灵 人在愤怒的那一瞬间 智商是灵 学佛修行人 只要称恨心一起 再多的修行 都会化为乌有 都会把我们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 功德灵 全部烧光啊 继续再与各位分享 悲少女过河的故事 雨后的一天 老和尚与小和尚下山化斋 途经一条小河 水流得很急 因为没有桥 师徒只好涉水过河 正当他们要过河的时候 一位女施主叫住了他们 师父您能帮我过河吗 水流得太急 我过不去 小和尚一脸难色的说 施主 你还是等水稍缓一些时候 再过去吧 我们是出家人 不太方便 而在这个时候 老和尚已经蹲下 拍拍自己的肩膀说道 女施主 老纳背你过河 就这个样子 老和尚背着女施主过河 小和尚跟在师父后面就很郁闷 心里想 男女瘦瘦不轻 不尽女色 更何况是和尚 过了河 老和尚放下了女施主 老和尚放下了女施主 师徒就继续上路了 小和尚一路上 百思不得其解 心里一直在想 师父平日教导我们 出家人不尽女色 为何今日竟背了一个女人呢 直到进了城里 老和尚正准备化斋 小和尚终于忍不住了 圣言法师说过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 要懂得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放下它 其中最难的就是放下它 真正的放下 不是不说出口就算放下 重点是要从心放下 各位大德 您要当老和尚 还是小和尚呢 南无阿弥陀佛